全球出现多个变异毒株 疫苗是否还有效 杨晓明表示 在研发过程中 研究人员已经对不同地区来源的 各种变异毒株进行了实验 对一二期临床试验志愿者 免疫以后的血清也做了综合实验 有明确数据表明 疫苗对各种变异毒株是有预防作用的 在我们做研发的过程中 已经在实验室 对不同地区来源的 锋利的各种变异毒株 已经进行了实验 针对去年底英国的变异毒株 它的变异就是一个特点 就是传播性 传染性增强了 那么致病性好像和原来差不多 根据它的基因序列 和我们现在做的初步的一些实验来说 我们灭活疫苗免疫以后 对包括英国变异这种 变异的突变的这种毒株 和以往的全球分离到的 大概八九株的不同的变异株 都有中和作用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何时能拓宽至更广泛的人群 杨晓明表示 疫苗研发过程中 研究人员对所有年龄段都进行了观察 并分批获取临床试验数据 三至十七岁属于青少年组 十八至五十九岁是青壮年组 六十岁以上是一组 由于青壮年组入组最早 数据最完整 出来的也最快 因此首先推荐这部分人群接种 三岁到十七岁的 是正在进行申报 从现在我们获得的数据 和正在和国家药监局申报 申请的这个程序来说 应该说到三月之前 应该可以扩大到三到十七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